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2日 星期四收市 看到今天党股指数牛牛皮皮 但科技股反弹 其实近三天大市和科技股已经完全脱节了 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天市就照升 但科技股实情是拆仓拆到几乎 今天市不升 但科技股就跟随甲乙纳指 一样就有个明显的反弹 究竟解除了危机未呢 全部人都问了 捞得ATMXJ未呢 我自己觉得要审慎 为什麽呢 很大程度这些股份都是一支 连续的两支大阴烛而且大成交 你知道过去两天是两千多亿成交的 今天都开是都开的 打额升 有没有阳烛 个别很少 京东有的 其他很多都没有 还有今天只有千多亿成交 即是沽就很狠劲 然后蛋就收了皮 缩了成交 所以大阳烛对额升 这些叫新怀六甲代变 我不可以判他死刑 不过我只可以说 今天未曾说服到我 完全解除危机 而且市场上周四跟大家说 两万六千五、两万六千七 这些位置是目标 不过亦都可以行人止步 今个周是试近过的了 所以后市稍微审慎一些 看看科技股 弹成怎样 弹得好 市场玩久一点 弹不好的话 现在要开始审慎了